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非常害怕 我记得我和未婚妻躺在沙发上 我们哭了很久 哭了好几个小时 乔伊在25岁时首次被诊断出患有黑色素瘤 去年 新州政府为提高人们对这种可能致命的皮肤癌的认识而展开了一场宣传活动 尽管黑色素瘤通常是澳大利亚最严重的皮肤癌 但还有一种非黑色素瘤皮肤癌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阳光海岸健康病理学家德特里克博士领导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非黑色素瘤皮肤癌的死亡人数有所增加 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叫做磷状细胞癌SCC或是基底细胞癌BCC的肿瘤 这两种肿瘤非常常见 是最常见的人类癌症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事实上这两种肿瘤在澳大利亚非常常见 每三个澳大利亚人中就有两人在一生中至少患过一次 阳光海岸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虽然治愈率在91%到95%之间 但他们发现在过去20年里 死于磷状细胞癌SCC的人数翻了一番 从400人增加到800人 据信这些死亡病例的真实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 因为癌症登记处并没有记录这些死亡病例 但国家皮肤癌委员会主席库斯特说 阳光照射是主要原因 我认为澳大利亚人中存在一些自满情绪 尤其是老一代人 他们认为伤害已经造成 因此我们鼓励大家穿长袖 涂防晒 戴防晒帽 找避阴处 戴太阳镜 这正是我们发出的预防皮肤癌的信息 医生说在识别皮肤癌类型的方面 存在一些视觉差异 大多数黑色素瘤表现为扁平斑块或凸起的结结 色素呈棕色或黑色 您也可能会注意到有的质的外观发生了变化 磷状细胞癌开始时通常表现为磷状斑点 一般会生长为凸起的肿瘤 与黑色素瘤的色素沉着不同 没有强烈的色素沉着 库斯特说 早期干预是在其扩散之前进行治疗的最佳机会 人们需要意识到澳大利亚的阳光带来的危险 防晒对任何年龄 任何背景的人 都很重要 所以戴帽子 涂防晒霜 穿长袖衣服 找逼阴处 戴太阳镜都特别重要 显然人们面临的风险程度是不同的 研究人员希望这项最新的研究能为改善诊断和治疗计划 改善患者愈后铺平道路 想在SBS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 热门影视作品 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 并把影评官后感发给我们 就有机会赢得一份SBS精美礼品